好我们看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已经解编了 而在最中场的记者会上 犹如是办毕业典礼 我们看前指挥官 陈时中惊喜的现身 和媒体来互动 并且他也表达 对国人的感谢 而接下来 如果有任何疫情相关的讯息 将由每个礼拜二 集管署来对外公布 一直协助我们的防疫伙伴 以及媒体朋友们 向现场挥挥手 陈时中满脸微笑 回到疫情指挥中心 向曾经一起打赞的战友们 表达感谢之意 最近又回到这个场地 也是感触很深 很久很久 打了很多很多的仗 看到台下媒体们的脸孔 想起了疫情严峻的那几年 这次相聚百感交集 记者会开始好像很轻松 其实背后里面包含很多的决策 因为决策又痛苦又辛苦又心酸 疫情指挥中心中场记者会 所有防疫团队 都出席 革命情感特别深的 还有这一群出席的媒体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迎接解编 记者QA时间 让王碧胜尴尬了 还有没有问题 乔兰也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那因为 来好 这位好 谢谢赞助 现场笑声不断 这是疫情指挥中心开设以来 最轻松的一次 现场还播放影片 记录下疫情当下的点点滴滴 记者会尾声安排互动时间 让这一群抗疫英雄 自问自答游戏环节 完毕胜表示 未来将会改为每周二 由机关署例行记者会 来传递最新的疫情资讯 宣告台湾正式迈向 防疫常态化的生活 人机会是张云谦 郑文宗台北采访报道